这年头奇葩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今天要讲的女明星 在她身上的经历简直是编剧看了 也要大跌眼镜 狗血倒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之外 她就是泰国胆红的女明星 Petna Poverse and Trickle 她在泰国的知名度就相当于养育 要利盈这些小花在国内的流量 曾经大家只知道她被婚欠孕 丈夫入侣 母亲病重 几乎所有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 但是她在最近的一次节目上自爆 一直只被自己称作哥哥的人竟然是她的身份 而养育了自己那么多年 那母亲其实她的亲奶奶 Pet表示自己是十年前才知道这个事实的 原话是这样的 不让我的爸爸妈妈按备方来说 应该是爷爷奶奶 至于自己的生父是奶奶的儿子 所以之前一直叫她哥哥 现在哥哥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 看完这一段 我是完全猛逼的 论论 近亲 灭元 信息量有点大 所以说 Pet一直叫的爸爸妈妈 其实是她的爷爷奶奶 Pet一直叫的哥哥 其实是她的前生父亲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是因为她是她爸爸跟别的女人生下的 出生后就交给爷爷奶奶抚养 因为怕影响她的成长 所以Pet要叫爷爷奶奶为爸爸妈妈 在节目上 Pet是流着眼泪说出这一段的 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她几乎崩溃了 但是这个姑娘特别的坚强 不管生活给了她多少的苦难 她都微笑的去接受 Pet在十二岁的时候 跟母亲在险罗黄场逛街 这时候被摩托尔经纪人看中 觉得她有明星潜质 就给她安排了拍摄泰国分杂气水的广告 Pet一夜爆红 从此成功地进入了娱乐圈 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但是Pet的姐姐身体有残疾 母亲其实是奶奶 患有阿兹海默症 她就一边拍戏 一边照顾母亲长达五年之久 并且家里所有的开销都是她来承担 每个月要支出金三十万 即使是这样 她的父亲其实是爷爷 却想把冤控告 她没有尽到阴尽的责任 然而善良力 Pet在她父亲生病的时候 还是不计情嫌的会来招呼她 在泰国 她是出了名的孝顺 之后她就遇到渣男 未婚先孕 而在泰国度她是不被允许的 于是Pet只好准备结婚的事宜 这个渣男是她国著名车手Benz Akurikit家中有好几样兰博基尼 不料在她怀孕九个月的时候 她的未婚夫 因为涉毒被抓入狱 她本人也因为这个渣男的原因 被警方扣压了全部的财产 未婚夫没有了 财产也没有了 自己还要挺着一个大肚子 想一想她将来的生活 一定很艰辛 要知道Pet可是一位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 太隐心啊 她曾主演的很多剧过内网友也是很熟悉的 比如离别的爱 日年之列 我的黑道老公 要美费有美费 要缩凶有缩凶 一个本应该得到上天宠爱的女子 却要背負如此传奇的身世 但是善良坚强的Pet不但接受了命运的不公 还愿意笑着活下去 只希望未来的她可以多一些被眷顾 来弥补她前半生的坎坷 这么好的女子 值得被上天温柔对待 感谢观看